讲到骑单车现在可以出去台湾的全民运动 但是您知道吗 其实中国是全球最大自行车生产跟出口国 光是内销在这边一年就需求量是高达了3000万辆左右 而台湾自行车业龙头现在就积极开拓大陆市场 加上运动休闲风盛行还有节能减碳的潮流 就算这个金融危机中外销订单是在衰退的状况 但是呢在大陆依然保持了10%以上的成长 整体业绩立于不败之地 自行车穿越大街小巷 标进大陆各省 一年需求最多高达3000万辆 比全台湾人口还要多 在中国电动车很夯 山地车也很受欢迎 而整体内销的比例已经提高到了四成 中国一向是全世界自行车最大生产国跟出口国 去年内销达到2800多万辆 外销5600多万辆 总规模8000多万辆 傲视各国 庞大市场加上经济结构转型 吹起运动休闲风 造就自行车业绩长空 国内自行车总量并没有增加 但是它的结构在改变 转换成运动休闲的比例 有在提高 运动休闲的这个比例是有20%的成长 那在这里面又以竞赛车跟3D车 几乎跟过去比较起来是反备在成长 大陆自行车产业火红 从越野车到电动车 车款不断推陈出新 台湾自行车业龙同 1992年起进军大陆 最近三年全中国生产量 年年突破300万台 逼近400万辆大关 内销比重攀升 从06年的120万辆 增加到08年的170万辆 主要得利于大环境趋势 自行车是这个时代的这个潮流 接能减碳 这个给大家重新认识自行车 那持有的高涨也给大家改为骑自行车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在几年前 一直在做自我的这种转型升级 世界潮流节能减碳 帮助自行车产业 在金融危机当中 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今年1到5月 业者外销筛退了15% 但是命销却稳定成长 台湾自行车业龙头 抓住机遇 要做中国自行车高端需求的巨人 周年新闻 李列方多影志 昆山采文报导